10月27日,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,在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后,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2.6%,高于预期2.4%,较第二季度的-0.6%和第一季度的-1.6%明显回升, 实现今年以来的首次增增长。 作为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,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1.4%,好于预期1%,但仍较上一季度的2%有所放缓。 此外,美国9月耐用品订单不及预期,显示出了制造业信心的普遍萎靡。 10月27日,美国卫生专家警告称,新冠、流感和呼吸道荷包病毒RSV目前都在传播,美国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三重疫情。 CDC最新数据显示,今年呼吸道疾病出现得更早,感染的人数也更多。 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感活动也有早期增加的迹象,表明这个季节可能比前两个季节更严重。 截至24日下午,美国的儿科床位占用率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,4万张病床中估计75%是儿童病人。 流感检测阳性率已从截至9月24日当周的1.27%上升到截至10月15日当周的4.38%,高于此前的正常水平。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,目前还没有针对RSV的疫苗,该病毒每年导致约1.4万名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死亡,以及300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。 专家建议,父母可以考虑让孩子戴上口罩,并确保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 10月27日,欧洲央行正式宣布加息75个基点,将存款利率上调至1.5%,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上调至2%,将边际贷款利率上调至2.25%。 而在26日,加拿大央行也宣布加息50个基点,将基准利率上调至3.75%,这是今年加拿大央行的第六次加息。 加拿大央行还宣布,将继续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以配合加息政策,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。 27日晚间,土耳其央行行长表示,土耳其央行将2022年底的年度通胀率预测从3个月前的60.4%上调至65.2%。 目前,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指出,旨在控制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正在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压力。 而随着经济放缓和供应中断的环节,预计全球通胀将下降。 10月27日,三名环保人士在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宫试图破坏约翰内斯·维米尔的名画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。 当时,他们身穿标有停止石油运动字样的T恤,其中一人将头粘在玻璃覆盖的画作上,另一个人把一罐番茄汤倒在了他身上。 博物馆方面表示,专家已经检查了这幅画的状况。 幸运的是,玻璃后面的杰作没有被损坏。 这幅画将被尽快放回画廊,但该空间暂时停止公众开放。